好 這裡呢 它有一個極數 S 呢 這它的總和 就是 1 加上 4x-1 加上 4x-1 括號平方三方 一直加下去 如果這個極數呢 是收斂的 所以極數要收斂的話 代表說 我的公比必須要小於1 大於負1 好 那這跟前面呢 有一個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 數列 它在講收斂的時候 是小於等於1 大於負1 但是我在講極數 就是我有加起來的時候 我的收斂就變成是 小於1 大於負1 插在這一個地方 沒有等號 為什麼沒有等號 因為我極數要一直加下去 如果我有等號的話 我的數 就要一直加下去 你說100 不對不對 100還要再多一點 100多一點之後 是我的總和嗎 不對不對 我還要再多加一點 所以 你永遠沒完沒了 可是如果說我的R 小於1的時候 它是不是就會這樣子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到最後 它會趨近於0 那我才會加到一個鏡頭 直到可以停下來 懂嗎 好 所以第一小題 我的公比呢 就是4x-1 好 介於1跟-1之間 呆 右邊 4x小於2 所以x小於1分之1 左邊 4x大於0 所以x大於0 綜合起來 x呢 小於1分之1 大於0 來第二小題 它跟我們說總和 叫做3 那無窮等比的總和 無窮等比級數的總和 1-公比分之首項 要等於總和3 所以呢 整理一下 乘一下 1-4x-1 所以就是2-4x 乘起來 好 所以12x等於5x的話 就是12分之5